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一次 卢秀燕访美 结果待不到差不多六个小时呢 就赶快搭机返台 那么此时此刻 他人已经在 坐镇在这个应变中心了 在应变中心 可是我们看到 刚刚其实历史哥有讲啊 你说那些青鸟啊 那些绿营侧翼啊 也就开始在批卢秀燕作秀啊演戏啊 包括像周玉寇啊 也是po脸书啊 直接说笑鼠人的卢市长 坐上飞机到了美国 又急忙飞回来 笑鼠出发前台风预报 及路径预测 路人甲看了都知道 直冲全台湾而来 有点脑子的地方 父母官都知道 房台优先应该立即取消行程 市长耍笨 碍眼没有像样的幕僚吗 判断力不足 花大笔机票钱飞来飞去 浪费公帑 更别说决策反复 一下照常上班上课 最后看情况不妙 又停班停课 笑鼠二 可是我觉得 因为这怎么说 这不进攻允 因为台风动态 本来就是瞬息万变 你今天问 即使问戴力刚 他很多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跟你挂保证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尤其这个凯米的路径 他就是一路难修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从原本的不登陆到登陆 那你说这个东西 你也不是事先能够百分百料敌神准吧 你想想看周一扣拿了那么多民进党的标案 你会期望他对卢秀牛好话 我这个期待会不会太不切实际了 他这个讲话也还算这个没有进到火力圈 他以前批评人多多尖啊对对多尖苛 所以这个他讲的其实很容易反驳他可以大可以不理他为什么 你说台风预报气象局没有改了好几次吗 有啊 对啊 那你怎么期望说台中市政府有自己的气象局 没有嘛 如果台中市政府自己设了气象局那那就算了 不算是你自己改的气象局改了好几次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 而且全世界都改了好几次好不好 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全都改 对没错没错没错 美军在改日本也在改大家都在改 因为台风本身的不可预测性一直都存在 你不能说哎呦台风来了那我就该做什么事 这个是无法无法十分确定的事情 那你说他爱言耍笨啊 这个是泼妇在骂人的话 那就算了 这个什么 就连这种字眼都出来 应该不是媒体人的用语了吧 竟然是他在 他还是媒体人 算不算我觉得是存疑 他是政治富水组织 政治富水组织 阿亮跟我一样坏 所以就不必特别理会他这种言辞 但是卢秀人的确是做了正确的事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这个死牙子硬嘴巴 这个不肯承认自己的原先的判断有失误 也不肯做及时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卢秀人这样的一个有弹性 而且不顽固 是堪为所有政治人物的标杆 亮哥要补充是不是 因为这个周玉寇就一直在说 盧秀燕耍笨又碍眼 不啦 他可能在想说我这样讲 搞不好还可以增加一点标案的机会 我知道啦 因为等会我们会提到他 因为赖青 不 因为坦白说啦 因为徐晓星 红侯昌都在盯他的标案 所以现在中央级的单位都不敢给他 而且赖青得到目前为止 没有给他关爱的眼神 没有啦 他一直去示好 他不理啦 对 后来就不示好 就一直弄 他可能想争取用台风天用台语播 这个台风的标案这样 因为他台语专家嘛 这个可能要中央单位 现在国营事业都被钉死了 所以中央单位都不敢给 因为徐晓星跟黄国昌随时公布 所以他大概只能够找地方政府 好 那因为这个 刚刚我想还把这个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不好 因为刚刚其实律师哥有提到 他说你搞不好这个台风天放不放假 弄不好就是赖半天 弄得好就是赖神圈 刚刚内政部呼吁 台湾民众要准备三天的粮食 哎呦 这不怕死人 对啊 内政部刚刚讲的 那所以已经有网友在问我说 难道要放三天吗 不是是放五天 三四五六日 对 还有六日 这个不得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四天内 有人要嘎支票 会出事 真的会出事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认为金融机构真的要开了 不然会出问题 这个赖元兄比我还了解 因为阿亮跟我都不用在选举了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你就讲实话 因为真的有中小企业 个别人事 他可能要嘎钱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放不放假 我都抓在手上 抓得很紧 那今天这个媒体人罗旺哲呢 他也提到了 他这个放台风架的政治学 他说几次台风来 就是各现场大多有个默契 就我刚刚提到的 这宁可错放也不要不放 最惨最惨的就是 迟迟不宣布 或是坚持上班上课 等到民众都已经出门 上班上课才宣布放假 最有名的就是过去的台南市长 赖清德 曾经速度与台风交手 放假决策相当精准 被封为赖神 没有想到栽在2016年的 墨兰地台风 梅基台风的判断失准 只放半天假 最后被民众怒哄 是赖半天 因为民众都出门了 突然宣布放假 又得冒着大雨回家 甚至接小朋友放学 造成了天下大乱 所以台风假放不放 本来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但切记放半天 绝对是最差的选择 那叶元支呢 当然就是有没有 赖神劝童 这说文解字又来了 这是当时的叶元支 还做了梗图 就是赖神劝童 就是赖神不放假 造成市民危险 却在路边劝女童回家 后人以赖神劝童 比喻自己造的孽 却在那边假惺惺 他说2016年 梅基台风来 当时的市长赖清德 做出错误决策 早上不放假 将学童置于危险之中 等到学生上了半天课 才宣布放假 所以网路上才会出现这一张 赖清德劝女童赶快回家的照片 被网友认为 就是因为赖清德不放假 才会造成女童危险 劝女童回家 根本就是一种假惺惺的行为 好 那不过呢 我们就先进到了 好不好 接下来也算是一个政治深水区 直接来了 请导播给我们第二张 好 来看到呢 这个是前总统蔡英文 感觉卸任之后过的日子 不是咸云野鹤吗 有没有 前几天这个民党的全代会 他也没去 他说因为利用行程不客出席 可是突然之间在昨天 他自己po出来 他视讯美国智库 蔡英文分享他 笑得好开心哦 然后他参与美国智库视讯会议 和国际专家学者交流讨论 台湾与区域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那么刚好一来啦 这个时间点让人觉得 有好多的想象哦 因为刚好是拜登退选之际 他po出了这个部分 感觉是不是还有在指点国安 指点这个相关国家政策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王宏威委员呢 就直接说不对哦 蔡英文没去参加全代会 感觉有退休不问世事 避免让人 有在那种指点江山的感觉 那可是也不对啊 过两天怎么就推出了 美国智库视讯会议 感觉要显示自己在对外关系 还是具有影响力 比赖清德还行 有给赖清德下马威的感觉 好那这个就又不得不说了 其实我们几天前的时候 已经有讲过了 因为赖清德呢 他在民党全代会说没有去 只有在脸书上po文88个字 简单就提到令勇行程不客出席 那么后面也没有提到赖清德 只制服这个全代会顺利圆满 那大家就会看到 其实我去看了到今天为止 他这贴文下面的按赞数是 两万两千人 那赖清德呢 当时在全代会后 他有po出他的这个演讲稿 全文 里面还有哪三点啊 什么台湾的主体性啊等等的 大概是几千字 可到目前为止 刚刚破一万 早上看到的时候才九千 九百个按赞数 我请教亮哥啦 就是说蔡英文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再加上这一次的全代会结果 新潮流中常委的部分掉了一席 所以感觉蔡英文好像在谈笑用兵 但又不像这个样子 不费吹灰之力 好像是不是真的有给赖清德一些压力啊 小英表达政治没有那么直接啦 比如说赖清德在郑文燦确定收押之后 隔天就有灿烂的笑容 对不对 赖清德这个人是表情藏不住的 那蔡英文坦白讲他是很得意啊 对不对 我们挖到了郑光峰啊 苏志芬当选中常委啊 对不对 那他当然知道 郑光峰是高雄市议员啊 你不用齐麦点头啊 那当然是英系几个干部去拜托的嘛 那陈其麦一定是点头吧 他抽签 所以不然苏志芬没有人想到他可以抽签啊 那之后他就进来抽签 那你淋漪紧倒霉没抽到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是心里有有点热啦 就是说你看吧 纵然比较太超过啦 可是他不会这样讲啦 他这个人比较 比较沉啊 还有比如说 郑文燦那个 那个 那个 桃团市议员不是就投废票一张 对 林小凤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看这样 他懂嘛 那一定有人去跟他做报告嘛 所以他相当了解这个党内的过程 他大概就说你看你 踢到贴板了嘛 那可是他故意贴这个 就在跟他讲说 你对美关系 紧密搞好一点吧 他故意的 当然是故意的嘛 哪有退休的总统 在人家上任两个月 在跟美国自顾对话 你也不用用自顾对话 你用那个人 私下聊天不就好了 还要秀住那个自顾的样子 就说你还要老梁来帮你关心 不就这意思吗 就是说你结果在全代会 还以为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连那个台湾主体的国家认同都讲出来了 李维林不是总统是不是 我觉得赖金德在那一刻 民进党全代会 他真的忘记自己是总统 他就认为他是党主席 那在党内同志讲话 你怎么会有这种 你怎么会有这种个性啊 真的很奇怪 那个就是在对内部的人讲嘛 说不要忘了我们的使命 他会不会真的就这样觉得 因为那个是民进党的全代会 他真的就 你看又讲台语 那就是你有问题嘛 对不起啊 你就是总统啊 这有区分吗 到了党内你就不是总统了 用全台语言说 然后还讲这个 要追求台湾主体的国家认同 他不是讲追求建立 建立 然后隔天 曹新城开拍的电影就丢出来了 要拍10集了 对 对不对 那干脆 11月底就要杀青了 是啊 干脆背景音乐就用那个 台湾独立军进行曲吧 这条歌很有气势啊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这个图穷比线的太快了啦 因为人家就知道你不敢搞法理台独 因为美国也是反对的 所以你就是在搞国家认同的文化台独 这个太明显了 而且人家本来只有那个许姓朗那个中立事件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还是有关民主的 对 大家比较没有争议 对 文化部不是支持了9000万 那这个当然他 曹青城那就自己出钱啦 曹董要怎么拍电影我们没有意见啦 可是 你这个脉络实在太明显了 苏子云也在里面 沈柏阳也在里面 那我不知道他的片尾会不会感谢文化部 那我跟你讲我还担心后面还有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教育部会不会行文啊 说这个好电影啊大家来观赏啊 那到时候还动员高中国中生 学校都要看 他也不会这样他这样会被骂死 就可能就会去巡演啊 然后免费欣赏啊之类的啦 那我不知道他这个时机要在哪里播出啦 如果是纯网路电影那我们也没话讲 会不会在公事啊 机会很大啊 会不会在华市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接下来他跟 政府的关系 那那个就是一个 一个焦点啊 而且是很政治的焦点啊 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一些台词啊 他就根本就指控和平统一的人 就是同路人啊 因为他拍的剧情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台海开战的前七天嘛 所以那个过程就摆明就是 一个台独认同的电影嘛 其实曹董讲的很白啦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清清楚楚 这样反而是好事 他认为统独是没有灰色地带的 那曹董可以这样主张没问题 你总统可以这样主张 你当你总统或者是你的政府部门 是这样的主张 那真的就是没有空间啦 我难以想象大陆都不做动作 你如果是纯民间 大概就算了啦 如果跟政府站到边 那恐怕事情就大调了 我跟你打赌 大陆没有动作 那个国台伴有出来骂啦 那个双方面叫嘴炮战争 不过他不是骂电影啦 他是在讲那个 赖清德的那个演讲 那个叫双方面的嘴炮战争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三语欲来啦 而且赖清德绝对是完真的 因为李远当文化部长 对 显然就是郑立军要派来拍电影的啦 那整个文化部就是要支援 这个国家认同运动 哇 这脉络很清楚 这个非常清楚 刚刚特别提到了 这个小英 他其实一直觉得 他已经退休不问世事了嘛 可是我们看到他 哎呦 PO出了这张照片 这是面带笑容 他说这是在跟 美国智库视讯会议 和国际专家学者交流 讨论台湾和区域未来 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引起大家揣测的时间点 一来是刚好是 拜登宣布退选的时间点 第二个也是 现在当架的是赖清德总统 他上任大概才两个多月 所以王宏威的解读师呢 这是不是有在给 赖清德下马威的感觉 好 那尤其我们说 尤其在这个陈代会之后 赖清德因为本来是 那久稳的这个中常委席次 一下子扫掉了林玲锦这一席 那当然好多位媒体人都看到了 他出席汉光演习的时候 脸色非常不好看 那你就说演习严肃一点也没有错 可是问题大会跟他这个当时出 出席这个全国通知军大会的时候 一脸颤笑比起来 那个太强烈的对比了 所以很多人讲说 那清德是不是因为这样而笑不出来 但回过头来看到小英的这个做法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照理说这个是全代会该去的全代会不去 他反而轻描带写 一语带过 那对美关系 毕竟他已经卸任了 感觉也不需要他指点江山 可是他却出来狂刷存在感 蔡委员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在表达他个人的一些想法 只是用这个举动来表现 他不出席民进党 他卸任以后的第一次全代会 绝对是不平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观察焦点可以表达说 他对于现任党主席赖清德的 不爽 不爽就好像我也讲的 不满愤怒 所以就不去参加 愤怒其来有致 在民进党里面已经成为一股暗流 包括蔡英文不出席全代会 还有包括一位小凤姐姐还是妹妹 故意不投给新潮流的 让他们三个人去抽签 最后赖清德的爱将林依锦 就落选中堂委 可是小凤昨天这两天已经被追杀 又站出来讲 但他也被追杀了 他才不怕吧 因为他地方基础很稳 他又不是要选桃源市长 他就明白讲 我对赖清德追杀郑文赞不爽 我这样翻例并没有离他离底太远 我就是对你赖清德不爽 对你新潮流不爽 你们干嘛这样欺负我们桃源人 欺负我们郑文燦 这个有过清楚了吧 我不认为民进党里面对赖清德 敢怒不敢言的 只有蔡英文跟小凤妹妹 我不认为只有他们两个 一定有不少人 而这个正是赖清德害怕的 就是说郑文燦如果没有把他干掉 他会卷土重来 就可能会挑战他的权威 你要知道那你一个独裁性格的人 专断性格的人 他一定不喜欢旁边坐着一个可以挑战我的人 这个是某种另外一种形式的休息抵得陷阱 我老天爷 郑文燦如果越来越大为的话 我赖清德怎么办 搞不好如果被迫还有一天必须任命他为行政院长 这个郑文燦从各种角度看 绝对是比这个卓隆泰能干很多 这个我想是全台湾的共识 那可是对不起就不能让你参与公职 你即使是民进党人心潮流的 你当年靠着蔡英文我当年把你K掉 那这一号的K掉你说蔡英文情何以堪 他全大四大在台湾纵横八年 连一个爱将都保不住 人家随便扣他一个帽子 你收五百万 你在土地人家三十几亿 很多商业界都跟我开玩笑 郑文燦三十几亿的案子只收五百万 他民进党里面最清廉的 57亿的案子 对啊 57亿的案子 只收五百万 他说民进党里面最清廉的 你听懂没有 听懂没有 就表示其他人不是这个行情 我也听过郑文燦很多的故事 但是对他大部分都是正面肯定的多 所以他不会跟人家收取任何回馈 但是如果你要送他离 他有的时候也会收 不会是 不会他所形容的一些很糟糕的事 但这个就刚好落到什么赖清德的手上的把柄 逃越地检署逃越法院 反正你把他弄倒为止 这个88枪啊光电案都不需要积压觐见 那这个就要积压觐见 反正这怎么就怎么说什么怪嘛 反正权力在人家手上 你郑文燦谁要你在2019年得罪了赖清德 你看当时支持赖清德的刘世芳现在是内政部长 当时支持他的郑立军现在是行政院部院长 赖清德这个个性我也蛮欣赏的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你支持他 他奖励你 我觉得这是好事 他奖赏你 我觉得这是好事 不像咱们国民党都摆出一共神仙的样子 你太挺我的 我要跟你保持距离 以免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讲谁你们大家听得懂 所以赖清德的个性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缺点就是他这样在民进党里面杀伐 我判断未来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那你猜英文就一方面 不参加全代会 二方面 我参加美国的啊 我至少可以念英文稿子啊 对不对 读稿机我念英文的啊 那他的英文还好啦 不算差也不算好 那跟美国的NBR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NBR他全名其实是NBAR 叫National Bureau of Asia Research 就专门对亚洲研究 可是翻例成什么国家亚洲研究局 这个翻例不太对 因为National Bureau 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他只是全国性的一个组织 所以灌上一个National 就像我们台湾陆国开那个什么基金会 有的基金会是中央的 是全国上 有的基金会是市政府的 就会加个什么新北市 National 表示他联邦登记 这样子而已 大家不会以为这是跟美国政府有关 没有 他是跟以前一个美国的参议员有关 一个参议员 还不错的参议员 退休有所成立的 专门研究亚洲地区 日本 俄罗斯 中国 菲律宾等地的一些能源状况 因为他是有名的能源大户 能源 还有军备 研究这些东西 品质还算不差 那蔡英文跟他们举行闭门会议 而且他自己把它公布出来 你台湾新闻不登 我自己登 就引起媒体的注意力 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蔡英文在跟美国来往 还是比你赖金德强很多 赖金德从来没有跟美国智库 去开会讨论过什么东西 蔡英文跟美国智库在在任的时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互动 出席过好几次世纪会议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敲山政府 赖金德 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动用美国的势力 来给你排头吃 所以这种反击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不知道 但是前后任总统斗成一块 对不起啊 不应该是我们台湾人热见的事情 这个绝对比执政跟在野在斗争 还要来的危机更严重 怎么说 我跟各位解释 在野跟执政两边斗来斗去 都有一定的规矩 什么立法院该怎么弄 选举该怎么弄 大家都明枪明箭 可是这种前后任总统 是在同一个党内 这个不会有名枪的 不会有公开互相批评来批评去的 这样就通了 这样就懂了 都会在案件 案件最伤人了 变成赖金德要无处不防 不晓得哪里有漏洞 对不对 然后这个蔡英文的人马 包括蔡英文本身 结果不断的去找漏洞 而且老百姓都看不见 哪一天给台湾带来太大的危机 我们都无法预测 比台风还难预测 好那赖金德我想这也是他所不乐见 就是陈廷飞当选了中常委 那么当选之后 他上了周遇寇的广播节目 寇姐问他 之后中常会每周三 都会见到赖金德主席 会不会当面跟他说自己是赖戏呢 陈廷飞这样回答 眼神就知道我是赖戏 那就是说有网友看到就吐槽 赖戏大家都知道是林俊宪 那陈廷飞是不是有点在自欺欺人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陈廷飞 已经启动了下乡清廷之旅 他第一站是在哪里 他目前第一站锁定的是 从台南的夏淫区出发 那夏淫呢 台语的发音就 所以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好彩头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是林俊宪 我们知道呢 已经开始了 几天前 已经在这个家里举行了 基层后援干部座谈会 已经开始了 那王定宇的部分呢 还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对于这个林俊宪说他起手势 但陈廷飞就说 他我自己每天都是起手势 好但不管怎么样 根据绿营人士指出 最快8月份呢 就会揭晓到时候 到底是单挑 还是三足鼎立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 周玉寇也在节目上 爆料一个数字 揭露一个数字 他说他有看到民进党内 台南市长初选民调 陈廷飞目前领先对手30% 好那当然陈廷飞呢 又再次喊话 相信民党主席赖清德 也相信民党会公平公正的办好初选 吓死人喔 30% 领先30% 所以换句话说 林俊宪和王定宇加起来 都没他高啊 波基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在 现在这个台南的局势 因为 他们台南有双赢啦 赢赢 还有一个叫赢赢赢 赢赢 所以 其实更重要不只是赢赢 还要再初选赢赢 赢赢 赢赢啊 对啊 赢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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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等着看下一部 陈廷飞就会在赢赢办活动 那 当然这两个都在县区 那县区 注意哦 陈廷飞跟林俊宪都是传统 旧市区的政治人物 他们都在市区 他们的这个本命区都在市区 所以 县区才是决胜点 谁掌握县区 谁就可能是这个 胜利的关键 那当然 你说这个 这个林俊宪 天职脚下 他是属于赖系 嫡系人马 所以他 当然来势汹汹 可是呢 陈廷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他在 第一次 就是说 应该说 六年前 2017年的 那时候的 民进党的 这个党内初选 应该说 2017到2018 那个 就是他们上一次 两届前的 那一次的 这个党内初选 陈廷飞有参与 而且他是第二名 他不但是第二名 而且他是 那次的这个比例大概这样 王伟哲 41% 陈廷飞 28% 然后呢 第三名 岩存 6% 就是 只有 领先群只有 王伟哲跟陈廷飞 剩下的 都是个位数 然后呢 像叶宜金 连1%都没有 然后呢 王定宇5% 所以 就是 如果今天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陈廷飞 在上一次就已经 表现得不错 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陈廷飞 他这一次势在必得 他已经有过一次 党内初选的经验 台南县 台南市 过去传统这个市区 县区 他都跑过一轮 他都有在布局了 所以 对他来讲 他会觉得这一次 我非赢不可 那他这次的这个 民调的领先程度 一旦真的初选 那怎么比啊 我说你对林俊宪来说 那个30% 当然这个现在 现在的民调不见得准确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只做了 他们两个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 其他第三人 可能就会去瓜分掉 怎么样的 这个很难讲 但是呢 我刚讲的那个 非赢不可的飞 是陈廷飞的飞 就是对陈廷飞来讲 他这次非赢不可 他只有这条路 所以宁可被政国会开除 他也要选到底 那 包括像 问题是 上一次林俊宪没有参与 对 那一次的初选 林俊宪没有参与 所以林俊宪的知名度 都在县区 可能远不及陈廷飞 这是林俊宪的局限 而县区的人口 比市区多 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所谓的 整个台南政治生态的一个 版图的重点 好 当年 当年赖清德 把苏患治击败 县市 县区市区 就变贡主了 他把县区最强的人击败了 所以他就是老大 那市区里面 来挑战他的 叫许天才 没有用 所以他就变成这个 台南的神 奥赖神 那同样的 黄伟哲是县区出身的 黄伟哲在县区 你看黄伟哲上次 拿到41的这样的知名度 这个支持度 所以黄伟哲县区 他进入的市区 他一统天下 那这次会不会又 换成像陈廷飞 这种就是市区出身的 你知道有时候 你知道像我们那个桃园 会有一种叫做 南北轮政 就是说南桃园 两届 换北桃园的人 这样子 会不会这一次 县区的会觉得 反正我们黄伟哲也做两届 这是个让市区的 是看看 但是呢市区 因为林俊县 陈廷飞都是市区出身 那关键就来了 谁的知名度高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陈廷飞 早就准备了七年了 他是已经准备了七年 而林俊县大概是这两年 才把它列为所谓2026的人选 所以在地方来讲 陈廷飞绝对有优势 可是呢 在党中央这个系统里面 陈廷飞就是绝对的劣势 那这个劣势 陈廷飞希望透过他 挤进这个中常会的这个权力核心 去降低他的风险 不要到时候比如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林俊县如果民调不好 那我们台南最后 所有的这个直辖市 通通这个初选完 最后一个才放台南 把你让林俊县充斥的时间拉长 终取时间 这个就是所谓的当初 赖兴德被蔡英文 击败的模式 就我一直延后一直延后 这是一种模式 那还有一种就是 我不要办辩论 以前每次台南这种 都会有那个电视 会有电视台主动 他们来来来 我们来办电视辩论 或是电视证件会 就是说为了避免 你知道他们党内常常 会有这种很冠冕堂皇理由 为了避免杀到刀刀见骨 不要让蓝营见缝插针 所以我们不要办这种 内部过度的竞争 都放那边好了 这个以前都有发生过 这个以前都有发生过 所以我说 像就是说这种 游戏规则上的偏袋 对陈廷飞来讲 是有可能造成 陈廷飞的 现在的领先优势 慢慢慢慢就消失 而且毕竟还有两年 林俊宪这两年 我跟你讲 你绝对会发现 他很努力去拼哪 到处冲到处去问 到处去跑 所以对于林俊宪来讲 陈廷飞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而对陈廷飞来讲 林俊宪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所以这一场初选 确实到现在 没有人知道路死谁手 可能两年后 这个答案才会揭晓 但是没有关系 对陈廷飞来讲 他已经走到这边 他不能退了 你要知道他这一次 拿到这个中常委 那个叫做在钢索上 那是一个在钢索上的动作 走钢索 你一不小心 一掉下去 或是说你出了什么差错 你可能就一蹶不振了 而这是陈廷飞现在他选择要守这条路 所以他第一个起手是叫做 我们都是赖席 对 这是正确的 这个从政治幕僚的角度 去劝 一定要劝陈廷飞现在要努力尊赖 他讲到眼神就知道我是赖席 在台南你只能这样子 你一定要尊赖 但是台南地方的乡亲 会不懂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不会 可是你要知道陈廷飞 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人支持 他的地方服务确实强 那他又有所谓的前议长的这个系统 包括他自己的妹妹 都有这种所谓的地方 很深的基层的经营 林俊仙就缺这一缺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比如说你看 林俊仙会去拜托邱莉莉 帮他努力打基层吗 他最多只能拜托郭郭文吧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会还有一个变数叫什么 王定宇要不要参加初决 如果王定宇 他现在动向未明 对 可是你要注意 王定宇现在是被列入所谓的 青睐阵营 他现在是被列入青睐阵营 如果 在这个状态下 会不会林俊仙是 希望到时候是王定宇来支持他 如果王定宇 我认为对林俊仙是不利的 因为王定宇的全国知名度是高的 他的这种知名度 会瓜分掉 那种你知道 所谓的空气型的 就像黄伟哲就是当年 那一次就叫做知名度极高的 这种所谓的初选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变数还很多 但陈霖飞现在要一步一步 那叫步步为营 步步为营 要很小心的走每一步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 当然台南也才刚起跑而已 所以还有的桥 那从夏营新营 看最后会不会变林凤云 是林 云 还是凤云 好吧 林凤云的闽南云 林凤云 就系统就剪到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